就必須要去什麼 比如說 這個是美元指數 然後它的需求是說 這邊一個表格 它要把它複製 貼到Exale 然後每天都要這樣 下面這個也要 它下就是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其實我上禮拜講過 這個表格在這個網頁裡面 算一下剛好是Web Table裡面的第二個 然後呢 下面這個它也要 但是它下面這個是Web Table第三個 那它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Exale裡面的 就是這個表格的右邊 那它每天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複製貼上複製貼上的動作 所以如果說 它剛好想到 我們剛好講到有關那個 如何快速的從 就是網路上抓這個相關的訊息 所以它就自己做了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 你們可以從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就是額外補充資料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那有一個叫進階裡面 有一個叫做 美日外匯行情的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就是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大概 反正以後做的流程 大概第一個 請你把什麼呢 你要下載的東西 包含就是美元指數 然後歐元對美元 然後美元對港幣 美元對人民幣等等的 那網址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後面 就是一個名稱 一個網址 就跟我們上個禮拜 講的那個股市資料一樣 類似啦 反正如果你實在沒有頭緒的話 那你每天都要做 你就是先把清單做出來 OK第一個 因為你要自動化嘛 反正你就是第一個 幫你抓下來 第二個幫你抓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要去錄製一個劇集 那上個禮拜我們錄製 其實你可以把上個禮拜的東西拿來用 再來就是說我們來然後就是再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裡面的話分別是切換到某一個 然後它自動會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東西貼到這邊 那可是問題來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網路上面的這一個畫面 那這個是美元指數嘛 那美元指數我們要的東西呢 實際上就是要剛好怎麼樣 那每天其實他就是他工作每天都要做一次 所以9月2號可能9月3號9月4號9月5號 那每天都要做一次 所以我問他說如果禮拜六禮拜天就不用了 那如果忘記的話那就少一天的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是每天update 然後他過了他沒有歷史資料 所以他必須 那這個資料的話是在聚恨網裡面 他需要怎麼呢 他需要的就是說把這一個 把它怎麼樣呢 放到這邊來 OK 然後呢這一個的話呢 放到他的後面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換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的話 所以你下一個的網址就是在下方 好像是美元對歐元的這個網址 那他一樣的話 把這個歐元 美元對歐元 然後一樣這邊又一個 今天9月3號 9月3號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把這個又摳過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喔 做法上面呢 他第一個就是把清單做好 第二個的話 錄製一個就是 至少一個下載的那一個 那個那個劇集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呢 再來我把這個 先把那個其他功能這個部分 把它先打開一下 這個開發人員打開一下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喔 預設我的範例檔裡面 已經有一個按鈕了 這個按鈕裡面的source呢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各位要找的話 可以從那個 這個 每日外行情這邊有個程式碼 那你可以把它點開來啦 基本上這個就是他已經寫好的 那頂多我是幫他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那因為呢 有一些共用的地方 所以呢 我把它寫一個共用的程序 叫做截取每日行情共用 那會傳遞兩個東西到這個共用的程序 一個是外匯的名稱喔 這個是外匯的名稱 那另外的話是一個網址 外匯切到過來這邊 那因為呢 每一個外匯的名稱 就是一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會切到哪邊 另外呢 把網址放過來 他就會去把那個資料抓過來 那因為有兩個web table 所以有web table 第二個 然後一樣的東西再做一次 所以再把第三個 所以其實這一段程式 跟上面這一段程式呢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這一段兩段是一樣的 差別是在哪裡呢 差別是web table 2跟3 不過當然這個地方還可以在精簡 其實web table 它其實可以同時下載兩個三個都沒問題 那那個下的參數 當然一般的書裡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其實你可以在2後面加一個豆點3 它可以一次下載兩個三個四個 豆點一直豆點下去都可以喔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下載完之後 還要做什麼呢 把字型變更 調整一下 這個寬度 然後再 因為要把那個什麼呢 不需要的資料把它刪掉 哪些不需要呢 因為下載這個web table 我只需要第二列 第一列不要的話 那它不知道怎麼刪 我就跟它講說你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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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